来看北京晨报的消息 北京晨报今天引用体育专家的话说 说从体育道德上来看 此种行为不值得提倡 不过如果从胜负的角度来看 使用策略无可厚非 国际雨联在修改奥运赛制之前 就应该考虑到这样的情况 制定相应的规则 出现如此争议性的行为 双方均有错误 但国际雨联的判法 显然是对运动员的不负责 规则不完整 出了问题拿运动员开刀 并不是一个好办法